阿炳叔 阿炳叔 我们还要依照这两份施工章程和施工图纸 来制定一份钢筋工程施工程序的建议书 也就是 Purpose Methods Statement 内容列明钢筋工程的施工方法 验收标准和验收程序 然后这份建议书必须经过工程师的批准以后 才可以进行下两号绑扎的工作 哇 炳叔啊 看不出你英文这么棒 什么Purpose Methods Statement 这有两下子啊 这算什么呀 再听下去你会知道我懂得更多呢 比如在绑扎钢筋之前 先要在工地里面选定一个接近塔式吊机的地方 作为钢筋的下料厂 以方便钢筋的搬运和存取 另外除了要保持这个下料厂的整洁之外 还要注意厂地内千万不能有积水的现象出现 下料厂必须有足够的排水坡度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 所有运送到工地的钢筋必须有来源证 证明符合标准要求的才可以被验收 就好像秉述你啊 年纪大了 也应该去做一下体检了 是 当然了 我们经常都说 年年验身任你放心 所以这些钢筋还要送去政府认可的实验室 做好样本的检验测试 包括拉力测试 冷弯程度和翻弯程度的测试 这些测试合格的钢筋才可以使用 而不合格呢 它就必须立刻运走 我们做人的原则也是这样 做事不按规矩就会被弃制 放心吧 秉叔 我呢 就好像已经验收 而又合格的钢筋一样 与那些未经验收的钢筋是分开摆放的 并且呢 都加上了记号 以便于辨别 不会出错的 对于不同大小的钢筋 也同样要分开摆放 如果大家都像国强那样做的话 找个小姐来讲的一个吻都很应该啊 哇 秉叔啊 真的够刺激的 这算什么 接下去更是有声有色呢 要记住 在摆放已经验收好的钢筋下面 一定要垫好木头 不能直接放在泥地上 遇到下雨的时候 就要用预备好的防水帆布遮住 以免生锈 接着呢 就可以下料了 这还不行 在下料之前 钢筋工工长一定要按照最新图纸 来制定下料表格 内容包括 除了要计算好钢筋实际所需要的长度之外 还要预留足够的搭接或毛骨长度 照着来做 那就没问题了 既然这是钢筋工工长所做的事 那我们就可以不理了 你听说过 工序搞清楚做事 不会错这个说法吧 当然了 工序搞清楚 做事更自豪嘛 对 接下来 大家都知道 梁和梁 梁和柱 或墙的相交位置的钢筋分布比较紧密 为了避免钢筋互碰的情况出现 钢筋工工长在制定工作表的时候 就要预早把问题解决